其實我以前最喜歡招財金包 跟我一樣 可是後來因為2020年 我想大家都感覺不是很順心 所以我覺得平安最重要了 平安健康 所以我也會在家裡 自己寫春聯喔 寫平安 我最喜歡的兩個字 我已經被我家人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媽寶 因為以前都去工作 可能比較少時間在家裡 今年就跟媽媽相處的時間 特別特別長 所以媽媽一早就會煮白煮蛋 然後加油加胡椒鹽 然後等我起床 然後就要我喝溫水 然後媽媽說這樣皮膚才會漂亮 然後就說媽 感覺妳是媽媽 本來妳是媽媽 可是怎麼感覺妳是女兒 我變媽媽了 所以我弟弟妹妹都很羨慕我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封號叫媽寶 媽寶 對 今天想說帶他們一起來 三個過年的詞期 對… 就是希望2021年 疫情趕快…趕快…趕快走 對…然後唱片業各方面 十一住行都能夠趕快恢復步伐 對…大家都可以恢復原來的生活這樣子 不然我覺得有點人心惶惶 很羨慕他們兩位啊 因為他們都有副業啊 那我唯一會的就是唱歌啊 所以我每次都跟我媽媽 講說媽媽 我愛人出去找其他談 我哪在家裡都沒其他談 不過還好我覺得最近就是像他們講的 有多了一個直播啦 對… 有時候我也會跟我弟弟直播啊 然後唱唱歌啊 然後很多粉絲也會抖內 給你們說謝謝 謝謝你們 對 那那直播過程中什麼比較有趣的事情 比較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們有時候會點歌啦 那因為我已經出了大概有60張的專輯 那有時候他們點的歌呢 我都不知道怎麼唱 忘記了 然後他們還會… 對 他們還會馬上把歌詞傳上來 就是這首啊 就是這首啊 然後哪一部連續劇的主題曲啊 讓妳回憶一下 對 讓我回憶一下 對 那這樣直播唱歌跟在外面演出 妳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覺得就是… 因為我在外面演出或者電視的演出 都是很完美的呈現 但是直播常常就會漏氣啊 突出啊 然後就會很好笑 有時候自己都笑到不行 就覺得觀眾也很喜歡 就覺得說 這是私下的龍姐 很真實的玩笑 對 非常非常真實 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期許或者是願望 其實今年啊 我最大最大的願望 還是希望疫情趕快結束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是大家的… 願望 對 因為真的 我就開玩笑 我說以今年的 2020年的營收來講的話 哇 短缺了80% 對 就是趕快疫情結束 那大家都健康平安